睁开眼 看看黄州的子孙吧 不用大喊设计吧 怎么办 你们快点拿主意啊 大西洋 大西洋 救兵 救兵来了 皇上 陛下 陛下 祖宗显灵了 救兵到了 是谁来救 肯定是冀州的元少奉叨前来护驾 他离洛阳最近哪 陛下 好 忠臣啊 好 陛下 这是忠臣啊 陛下 陛下 救兵不是冀州元少 是 严州四十 曹 曹 怎么是曹操啊 曹梦德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 真没想到 曹操能来啊 是啊 是啊 元少离洛阳最近 却坐视不顾 而曹操 却从千里之外赶来护驾 陛下 陛下 这真是 假凭见修子 活难见忠臣的陛下 是啊 皇上 是啊 皇上 等一下 待会儿曹操来了 您可要好好地奖赏他几句呀 是啊 皇上 可要好好地奖赏他 陛下 陛下 朕知道 朕重重地夸奖他 快 给身更衣 快 给皇上更衣 快 快 徐玉 在 有个事吗 何事 一礼 外臣进见天子 都得上供点什么 我走得匆忙 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 禀主公 在下倒有个主意 说 此时此刻 天子和百官 肯定是饥寒交迫 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 一口肉汤 两只面米罢子 这个时候 一口肉汤 胜死万两黄金啊 没错 当年我亡命的时候 馋肉汤馋的真是要命啊 曹人 在 曹汤去 封面 还有一事请独公再用 什么 独公拜见天子时 务必恪守朝廷无法 让天子和百官安心 知道了 知道了 馨毅 还有一件事你也得考虑 何事 洛阳已成废墟不能再用 我们接驾之后 该在何处建都为妥 燕州府许县 为何 因为那是主公的腹地 主公把天子放在自个儿身边 才很安心 其实主公早就想好了 但不愿之业 你怎么把我的心思琢磨得这么透啊 兵主公 这是做属下的本分 你怎么封通 又是 封 双上叩见吾皇 忠贤 欢难见忠臣哪 爱心平身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 请 爱心 爱心 这是何物啊 请陛下一猜 玉玺 你 玛瑶 琥珀 朕猜不出来了 请陛下揭盖 陛下 这是刚刚烹熟的鸡汤啊 请不吝点赞